第三方面 有很多人就以物浙的丰盛 代表真正的成功 所以物浙的丰盛 如果真正代表成功的话 那教会最后一定被鲁鱼 丰富神修 成功神修 在这种肤浅的 撒旦的阴谋中间 然后慢慢自己毁灭自己 耶稣基督 对一个要他帮他们分遗产的 一个兄弟讲一句话 耶稣不做这件事 然后对他说 人的生命不在乎什么 家道丰富 所以家道丰富 不但不是成功的标准 更不是生命的要求 不是生命的目的 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 今天最有钱 最富有的人 很可能是道德最贫穷的人 其实物浙最丰盛的人 可能是灵性最贫瘠的人 今天在心灵中间最空乏的人 可能他的家产万贯 是钱财无限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把物浙的丰盛当作成功的标准 物浙的丰盛可以把人带到出卖人格 把人带到傲慢无神 把人带到对别人嗤之以弊 自傲自义很可怜的状态中 所以我们不是以物浙的丰盛 来作为我们成功的一个基准